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从小我们就经常被父母念到,要多吃蔬菜水果。 我感冒了,让你不多吃蔬菜水果。 我上火了,让你不多吃蔬菜水果。 我失恋了,让你不多吃蔬菜水果。 某种层次上,多吃蔬菜水果已经是父母版的多喝热水的关心了。 但是,被逼着吃了这么多年的蔬菜水果,你或许还只是仅仅认为, 蔬菜水果只不过是维生素C多一点,热量低一点而已。 如此,今天就来吃一波蔬菜水果那隐秘的天然药房,植物化学物。 蔬菜水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啥叫植物化学物呢? 可以说,它是一种植物为了存活,不得不进化出的自保物质。 比如,大蒜味很刺鼻,是因为它分泌出了大蒜素来防稠。 辣椒吃了很刺痛,是因为它分泌出了辣椒素来防止被吃。 而蓝莓的紫色,也是因为它抗氧化作用的花青素。 作为保密物质,它们自然本领各显神通。 植物化学物质 植物中含有的活跃且具有保健作用的物质,其重要意义可与抗氧素、维生素的发现相媲美。 正如它被誉为植物给予人类的礼物一样。 人类是不能分泌出这些玩意的,所以只能从日常饮食当中摄取。 比如我们平时熟悉点的,番茄里有番茄红素,橘子里有橘皮肝,玉米中有玉米黄桃。 而且五花八门的颜色也是代表不同植物化学物的不同特色。 随便列几个优秀的植物化学物,就有茶多酚、花青素、秋水仙素、银朵、松西、白梨芦醇等。 这些名称,一个个好听的,都可以直接拿去起个古风鸣,是不是已经开始佩服植物了? 目前已经确定了一百多种植物化学物,它们有些能抗氧化,有些能强化免疫系统,有些则可以帮助你平衡内分泌激素。 以下就来介绍几种植物化学物课代表吧。 1.生物类黄桃 生物类黄桃还被称为维生素P,没听说过吧? 它主要存在于甘爵类水果中。 其中含量较高的是荞麦叶、浆果、樱桃、葡萄、木瓜、哈密瓜、李子、茶以及番茄。 黄瓜中也含有一种特殊的生物类黄桃。 它甚至可以阻止致癌的激素与细胞结合。 它能够与有毒金属元素结合并将其排出体外。 还能防止维生素C被氧化受到破坏,从而增强维生素C的效果。 有一定的抗炎性质,能抗菌、消炎,还能帮助清除自由基抗氧化。 如果你有毛细管脆弱,牙龈出血、皮肤轻子、扭伤和血栓等毛病,它很适合帮你缓解症状。 这就是我们避之不及,但是却有津津乐道的大蒜。 洋葱主要含有的好东西了,谁都说大蒜能抗癌消炎。 但其实,让大蒜这样被抬举的,主要活性物质就是含硫化合物了,也就是大蒜素。 一项中国的研究报告称,常吃大蒜可以预防胃癌。 这是因为它能够抑制胃里的亚硝酸盐还原菌,这样也就抑制了亚硝酸盐的形成,从而降低了真正的致癌物亚硝酸胺的转化。 同时,作为抗氧化剂,大蒜还可以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病,降血糖、消炎等等,也能清除自由基。 在1996年,由杰士瓦及伯迪亚两位生化科学家,针对胃食酸精及胃腕食酸精的两组老鼠接受等量枯溜时辐射员所做的实验结果证明, 酸精的确可以降低因辐射而引发之死亡率及器官受损状况。 这是因为其对过氧化物产生的自由基具有中和消除作用。 3. 硫带 这就是我们的蔬菜之王西兰最重要的营养物质。 它主要存在于石子花科蔬菜中,是最重要的抗癌物质之一。 美国一个研究组织发现,椰菜化合物可以阻止癌细胞增长, 它的作用激励就是通过防止形成微管来防止癌细胞扩散。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称, 含硫带高的食物可降低肺癌、胃癌、直肠癌的发生可能性。 一项实验中,给部分受试者吃除掉了硫带的球牙甘蓝, 而基于另一部分受试者吃的正常球牙甘蓝。 最后发现,与吃去掉硫带的球牙甘蓝者相比, 那些吃正常球牙甘蓝者的肝脏酶功能要高出30%, 这说明硫带对肝脏的解毒作用很有益。 不仅如此,还有浆果中的花青素能增强势力和抗辐射。 香菇菱之中的蘑菇多糖、抗感染又能预防癌症。 菠萝汁中提取的菠萝蛋白酶, 对,就是那个辣你舌头的玩意儿, 可以减少因哮喘引起的炎症。 可以说植物化学物被誉为天然药房一点都不为过了。 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接下来就是从小听到大的问题了。 知道了这么多好处以后, 我们可以怎么吃蔬菜水果呢? 中国居民膳食包他建议, 成人每天使用蔬菜类300到500克, 水果类200到400克。 以下给你一些吃的技巧。 一,多吃深色的蔬菜水果。 颜色越深,代表其植物化学物含量越丰富。 三,自己榨的蔬果汁要连渣喝, 避免浪费了植物化学物。 四,多种不同颜色的蔬果混合汁, 摄入多样的植物化学物。 你现在知道了吧, 既然天然食物中就已经含有如此多的好东西了, 那将这些营养素从食材中单独分离出来, 做成昂贵的保健品。 然后单一的摄入是一件多么费钱低效的事情。 父母之言不敢怼, 但至少你去买保健品补充剂, 可是真的不如多吃蔬菜水果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尹, 我们下期再见啦。